用檜木 拆掉以後 木材維縮 就什麼意思呢 號稱百年不會吧 不會爛的檜木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地方 它被扛了以後 這個樹頭留在那裡 要多久才會爛 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出大問題 等到 這個檜木的樹頭 它已經沒有在爛 爛到沒有爛 沒有在隨時保持有能力的時候 才是真正台灣山區 出現大困難的時候 如果再加上把 氣候被牽 再加上把台灣 地鐵變動了 一個平緩 一個復甦 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現在目前如果你去那邊 不管是到大土山 或者到八千山 我們看過去吧 就是非常漂亮 我在阿里山 你就看到非常漂亮的森林 大部分是柳山 或者重新在種的 販物的小樹 如果你 我們一月都會去阿里山 如果你經過 梅園的地方 要到那個 叫做姐妹坦 如果你注意一下 在地上 柳山裡面 或棉園裡面 看到地上 一顆一顆 那個大的樹 那還是真正的 原養的身影 那個樹頭呢 曾經我們在辦 陳老師在辦 環境步道師的時候 有四輛遊覽車的人 將近兩百個人 全部呢 全部站到的 這個樹頭上面 拍了一張圖照 你就可以知道到 那個樹會有多大 這樣的兩千年的森林 你把它砍掉以後 換成現在目前 雖然高有三十公尺 那修進法 對於七八十公尺的柳山 我們覺得 最近法 在我們的人類世界裡面 最近法 已經是非常高 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跟原來 兩三千年的森林 比起來 你就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什麼 叫做小屋見大屋 那這樣的問題 阿里山區 這個西邊 陳老師剛剛提到的 這個崩塌 你知道嗎 這次發發水 這個二萬堤 在沿路上 很多大大小小的崩塌 如果在這個 阿里山上面的東邊 這就是神木溪 我們都知道 神木溪是 土石流的棉箱 土石流凌晨就1996年二国灾备的时候 在石温石温石温那边把那边被叫响起来 每人只要花一丝一丝的大水 一丝的大水台湖那个地方 就是土石横流的区域 为什么 因为整个原土的地方的快乐 就不多砍掉了 而阿里山地区1912年开始 开始赶快乐 就知道这个问题对周围严重 那这个地方现在目前的问题 政府或是应该都政府被台财团 挟持的在这个普关这个地方 要做观光区域的发展 现在目前要看什么 要从这个普关拉一条的 哪个车拉到的 大水山的 环境教育中心 为什么 因为这条200号公路 按照现在目前的情况 未来也会跟阿里山公围一样 几乎是不可能 可以什么 可以维持 这个崩塌 未来的维持 一定什么 一定会为人进来 所以现在目前在打这个 打这个 打这个努力 去判断 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 在很多欧美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可以动乱车 很简单 第一个 他们的地质 非常的坚硬 非常的稳定 不像我们台湾的地质 这样的破碎 这样的挤压 被动这样的坏速 也没有我们台湾这个 这个台风豪雨 这样的问题 也没有我们台湾过去这四五实验 这种开花的 就是把相关的 后遇症的问题存在 那等等等 其实不曉得 好像他们都可以 过得没有零天的生活 今天只要把钱赚的时候 就可以卡的那样子 这应该是 应该是很好的 那我们刚刚说 在这个地方 这大甲溪 过了这个峡谷以后 要出来以后 在这边做一个 这个峡谷独特的转弯 成为什么 峰字形的转弯 在这边请塞了 一个峡谷获得第十层的 佛科山城以后 这边做一个大转弯 因为这边也有一条的 断层的经过 叫大毛骨断层 那刚好这个河流 就沿着这个断层发力 到这里了 就是车弯不断的 在那边转弯过来 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顺着它出去 所以在那边做形成 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弯 那在这个弯的过程里面 它这个河流 就从这个 这个河河山这个地方 叫新盛 这个最高的一个河街 河流流过去 留在河街 往下降 又留在一个河街 再往下降 再留在河街 就留下了 新盛的 非常独特的 一个台地的一个河街区 现在目前降到 降到这个地方 现在目前这个地方 这个整个区域 所谓的未来 这个指标的关系 因为越来越上升 这一条河的一定会一直往北 往北降 往北侵蚀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我们在看到 从这个地方过来以后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整个这个 哲伦府断统经过的地方 那这边的河呢 不一定会往 因为这边是往上升 所以这河两个 这些往北的地方侵蚀 那现在目前 整个这一带呢 已经形成非常明显的 向北侵蚀了 您做过后遗症 那这个后遗症 我们都知道了 曾经在七二水灾 后来还有 还有五二十个水灾 你看 不忘记 这个后风大桥被冲断了 现在目前这个险培路桥 这个南 这个下边的 已经往 以及在同样在这个 这个时期 这个后风大桥 被冲断的情况下 也极极可能 那个整个桥 都要全部 全部都冲了 全部都冲了 那未来这一些 维护的机会呢 会如何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 这条河 把这个大甲溪跟大安溪 联合冲溪出来 跟大渡溪 联合出来 冲出什么 就中复这个地方的吧 有一个冲西山 那当然 当然这个冲西山 这个鹅软石的地形 本来台中盆地 如果这都不断层没有形成的时候 这边的山 这边的吧 跟这边的吧 是连在一起的 这都不断层 线路以后 线路是台中 以台湾最大知道的 就是大渡溪 从东边往西边 由西边往东边慢慢 慢慢倾斜 那如果说我们连这个吧 连着这一条叫中港路 由西往东 这感受嘛 就最明显的过程吧 这个叫做中港路 中港教育道以后 开始一路爬坡 这是中海大滑区 一路爬坡 爬坡到达这个吧 这叫平平 一个平的地方 那接下来嘛 因为西边是一个 一个躲 躲翘的一个 这个区域 对这个 这个路呢 没办法直接的嘛 直接往 直接往下冲 对啊 就往别的 往往的降落 进入到 沙路 地区 那这边大富山 我们可以看到的 很明显的是 它可以分成三段 别断的施 一个平的平台 这个平台 就建造出 当时号称叫 东北亚地区 最大的 一个机场 清泉岗机场 那当时建这个机场呢 是什么 就是越南战场上 好 放大弹的 V52 轰大机 对嘛 就是从这机场起飞 那当时的台湾 既然不产石油 那也很麻烦 对吧 所以这个石油呢 就在这个地方 当时还没有预期 在台中港面盖的时候 就做出一个土 一个石 石体 让油轮在那边 在那边靠了以后 那有一个油管就直接送了 送到这个上面了 所以这一个石体呢 平台湖田已经被水泥中了 已经被冲坏掉了 平台湖田这一条叫做油管路 那这个地方呢 这是高美师地 那这个送过来的油油田呢 就在北边的这个地方 叫做大洋油库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大洋国小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 五六个油库 那这个已经很早人就拆掉了 现在这三个 已经拆掉了 现在这两个 现在目前是委托给的 您先去当作历史的笔迹 再处理一下 我们可以拿来看一下 这边的照片 这是目前大洋油库的 当当时这个厨油槽 就是封点 V50轰炸机 飞到内南战场上 进行任务了 有一个流量 那其他部分 其实陈老师对你 对你差不多都已经讲了 因为我们是我们比较走的 那接下来我们下午 这个蔡志郎秘書长 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大洋山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就跟着 就不再介绍 那我们从刚刚的 这样子一个看 我们从影像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 它所呈现出来 这个叫做全席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全席没有 我们就跟着影像 跟着这个空间 跟着把这个很多连结 来就找来做探险 来做冒险 那我们在过去呢 有一个说法叫臥游 这个臥游是看人家去旅游写的文章 是他有记录到 他有感受到 你还能够感受到 也就是你只是做创作者的 只一个叫再发现 但是当我们有这个 这个卫星影像这个全体的资料的时候 你随时都会发现一个 人家在人类的记录上新的东西 或者是你个人一个新的体验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刚刚有跟他显现过一块 我们可以有利与实 我们来看他的变化 那我这边最后呢 我就用我所认叫这个学校 叫记录大厨 就在这个大路山 凹下去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来讲 我们不要说正好 我们这个生态馆 这一棟大楼 这个陈一峰教授 他去目环带着 建立了生态系环 那现在目前整个目标 整个方向已经全部都表现了 现在非常佩服陈老师 他还有这样的心情 要来搞这个三尾生态 现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简单 我真的是只能说佩服着 五体佛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把它弄到这个历史来的话 他最早是2002年的这个影像 这个十二吧 这种大核的吧 还没有太好 那我们这样来看一下演变 那到2003年10月22日 这已经完工了 这已经盖了 在桌边的这个整个运作都差不多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个叫停车厂 那我们再看他这边一般的吧 这会有吧 有 这是2003年2014年1月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他的影像一般的吧 一般都是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冬天 冬天没有云 没有云是吧 所以不会不会被挡住 所以这边就有一张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 这个停车厂已经盖成了 是进一大水最大又一栋进出的 最后主户了 那个顾问我们看一下 这是2011年的7月8号 这个影像房 这有云露 那这经常在夏天的时候 你就好像没办法避开 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影像的 都会是什么 是一个冬天的什么 因为影像 这个影像房经过的 他们就拍了会这样做的 去筛选出来以后 去拼凑起来 那很多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来追 这样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当然这个演变的历史 一般就是追到最早的 大概2002年 大概有10年时间 那其实在10年时间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 其实也容易看出很多很多的变化 尤其是当我们要对一个新的东西 要去了解的话 最好的方法是找我 找你最熟悉的地方 你经常在生活的地方 那我们在平面上 在地面上 你所看到的感受 跟我们从空中无函的情况 最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在这种影像的情况下 又可以了吗 我们又可以了吗 又可以放大 又可以缩小 我们在不同的尺度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看到不同尺度 所展现出来的吗 是一个空间的吗 一个运作的方式 所以说它不仅是空间 它可以是时间 它可以是廉洁 它可以是一个全息 可以让我们重新再体验 一个吧 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里面的技术呢 甚至吧 就可以模仿飞行 今天不行 我现在还没有弄我 因为对 周时代的 虽然说我年纪不是很大 但我们在座里面都还算年轻的 但是实际上 要再学一个新的东西 好像还要 在飞行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吗 很多这样很多影片 你就发现 他们在吗 就模拟了那个飞机 或者群力飞弹 那个地表面不远的地方 在飞行的时候 你都看到了影像 它这个部分 都可以 都可以这样 这样的一个模拟飞行 甚至好像在做空中表演 你可以做极续的上升 甚至翻课 听多的 听说多的 都非常好 可以让你感受一下 你好像在做飞机的一个 一个冒险的行为 尤其是 如果说我们 在这个 在这个大甲西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 从这个地方 那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还不是模拟模拟飞飞行 只是 只是它里面很早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 对吗 可以把它移动 这样翻掉才会 还会清楚 我们可以的吧 可以按照它里面的一个 运作方式 可以飞 但是这个 这个还不是吧 是不能控制的 不能控制一方 你可以拉快拉 但是它现在已经有了 有那种模拟飞行的方式 真的是上里可以架一个枝 飞机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穿过 刚刚所说的 那个峡谷的时候 你看到形形 真的是虚拟实境 可以是一个冒险 也可以是一个知识的 可以是一个扩展 甚至我们一些观念 跟想法跟运作 跟我们用文字的 这个叫什么 叫做 依序党 我们的文字 一个字 一个字 拼凑起来 依序党 你是不能的 不能重新排列组合的 你也不能 不能随便乱跳的 但是我们的空间以下 就可以突破 这样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 我们如果都 我们佛人 如果在可以最快的时间 来突破这个文字 给我们的限制 或者是 我们在教育 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 可以突破这个 文字的限制 而进入到 影像的情况下的话 那有很多的事情 想着想着 跟我们过去的认知 或现在目前的情况 会有很大的反复 那我今天的报告 在这边 好 谢谢大家